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中角色裴文轩 也就是张灵鹤氏 李荣 赵金麦氏 苏荣卿 陈鹤一氏 登上角色搜索量Top3 讲述了从相爱相杀的欢喜冤假到先婚后爱的灵魂伴侣 一敌一友的两人共同在乱世洪流中寻找真相 最终破镜重圆的故事 先不说别的 张灵鹤那张脸适配80%的小说男主 那叫一个无可挑剔 这外表加上他演全程的那种魅力真的是太吸引人了 毕竟这也不是他头一次演这种类型的角色了 那表现可以说是轻车熟路 赵金麦确实漂亮 大大的眼镜五官长得很标致 妥妥的大美女 赵金麦在这部剧中饰演一位40多岁 穿越到18岁的长公主 一脸稚嫩 满脸胶原蛋白 眼神很干净 没有全眸 少了很多深刻内涵 演不出那种感觉 他跟男主搭戏没有眼神交道 平淡如水 怎么能让观众感受到那种深情和爱意呢 不过也不能全盘否定 像长公主霸气呼呼的那段 赵金麦还是有点气势在的 台词说的也还不错 但就是怎么看都不够霸气 是让他长得太嫩 反而有点小孩子闹脾气的感觉 陪文轩和李荣经历两段人生 故事一开局 女主死于中毒 男主则倒在了剑下 再入人生梦 重新开始第二段人生 有着中年的灵魂 青春的面貌 两人交流起来丝滑流畅 中年夫妻之间的拉扯又现实又搞笑 快节奏的感情递进 李荣清醒独立 陪文轩囊中羞涩的寒门公子 陪文轩爱而不得之后 退而求其次的迁就 李荣干脆利落转身就走 两人不闻不问 不沟通 产生误会 最后闹得不愉快 要是两人早点说明白 第一段人生因相互残疑而结束 第二段人生都有前一段的记忆 先婚后爱把误会都解开了 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认清内心将全部的爱交给对方 在多个案件中共同成长 势均力的爱情很美好 最终回归让人生不留遗憾的完美结局